港版湯汉斯 客運站為家 晚上的赤立局機場2號客運站 人不多 唯獨他 旁人做什麼 無關他事 他活在自己的世界 凌晨點幾 眼睡 孤獨的身影 直證的機場 他去哪裡呢 原來來了這裡 他的行李只有幾條毛巾 一個膠袋 尼龍旅行袋就用來做枕頭 但他不是女客 第二天 記者走來問他 你是不是在這裡睡的 夜晚 不是 未定的 不定的 有時候看我去看 你的子女不來探望你 你的子女 有沒有付錢給你 太氣了 搬出了 他很多事都不想提 只是說丈夫死了很久 家裡又在裝修 但再聊一會 他就說出自己背後的故事 這樣說 你自己有沒有錢去租地方 你現在租地方幾千塊 你玩嗎 說到子女 他更激氣 他沒有給你 怎麼知道 我問過他嗎 他很吹脹 有個電話來往 如果他肯給我錢 我租地方 他需要用七人 你以為養大很慘 很慘 這樣說養大就是慘 養大 希望現在你照顧我 你抖你還出一下 要我在這裡捱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這兩句話 就是他在機場的生活社照 每天看報紙 走走走打發時間 不至於三餐 我自己隨便買一包公仔麵 兩瓶雞 在這裡一丁就搞定 買白飯 買豬肉 我自己丁熟吃 糟了我自己煮飯 豬肉怎麼丁 甚麼丁不到 肉餅 買肉餅 買飯面 不熟 連洗澡 都是在機場搞定 便利店職員說 他在機場半年了 有時會到外面的街市 買菜回來煮 有次還試過在便利店 叮條魚 好像湯漢師那樣 在機場露宿 阿蘇有她一套生活哲學 做人隨便隨便 做人隨便 有甚麼辦法 你們的環境隨便 有甚麼辦法 有